水里没有创新能力的公司 就淡出市场了 能无中生有创造新企业出来 真的是企业 美国当地时间12号 三大股指开盘均跌超7% 集体触发熔断 纽约原油气货价格跌为负货 非常害怕 我认为伦地的文明 是不可以阻挡的 不非因为这点小小的病毒 就把我们打垮 闭草之年困难之年 往往是投资之年 就是智慧想传给你 智慧在你 所有人的同事 核心问题是你 能遇到人能无意了吗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一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 问候各位 今天整个市场我们看到量能 包括整个市场板块的这种变化 可能让大家觉得 在国庆长假之前 是不是要重新的梳理一下 在这里行情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那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 秦俭欢迎你 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 吴文昌欢迎你 还有我们的市场人是顾宇清欢迎你 这一时段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 包括微信平台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对国庆长假之前 整个市场的格局如何判断 都可以和我们在节目留言板当中的互动交流 刚才我们也说了 今天A股市场继续维持震荡格局 两市成交1.32万亿元 焦头活跃 环比是增加1700亿 北向资金的净卖出43亿 从盘面上来看 市场结构性行情继续 今天低位的造纸节能环保板块出现活跃 而受到电力吃紧的影响 近期部分高耗能企业公告现产 前期大涨的将信号ST成星 云天化等都打到跌停 化工板块出现集体的大幅回调 那是否节前市场就维持这个区间震荡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现产之下 对电力和化工板块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呢 这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聚焦的核心话题 那我们来先问问请柬 其实上次你跟大家提了一些 行情能维持的标准 其中就是量能 现在整体市场的量能 还有这种板块轮动状态 人气情绪符不符合 继续就是你之前对行情的这种要求 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 好像量能一直都在维持 我们也打破了好像15年以来 最长的一个 它是四十几天 超过了15年的这个时长 而且我觉得这个1万亿以后 应该是一个常态 应该是个常态 就我自己的一个主观的看法 就是结合了就是说 从15年到现在 大概也过去了 过去的六年多的 六年左右的时间 包括我们每年M2的自然性的一个 一个增长 包括我们的两融市场 一个自然性的一个增长 应该说我们现在的 整体的流动性上 包括国债利率和那个时候 也比那个时候还要低 无风险利率也更低 所以我觉得维持在一天万亿之上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包括其实历来的 像节前的这种数量 其实现在都不大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今年从下半年开始 从端午节那个时候 大家就开始 即便是节前市场 也不会有明显的数量 这个是和一个市场的容量变大 然后整个的货币资金也变多 包括机构的各种多策略 这种越来越多 所以说万一应该是能保持的 然后就在这个水平线上 能不能进一步的再扩展 到目前来看 整个成交量状况 还是非常满意的 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定的标准是 外盘人民币和成交量 这个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了 但其实大家其实一直看到 就是都没有问题 这三方面其实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美国市场其实 我知道过节的时候和过节前 大家又开始担心 但我个人的意见 我说了很长时间了 就是我依然没有看到 美国市场一定会大跌的这种证据 它调整是有可能 但是你说它突然转向牛市结束 那我觉得依然证据不足 我觉得还是 它应该还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所以几个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之下 A股没有理由出现系统性风险 但这个市场的难点 现在已经也从来就不是系统性风险 它是一种极致分化之下的一种板块轮动 而且轮动的节奏 稍显比较快 比较快速 这个才是现在的最大的难点 而不是系统性 现在我还是没有看到 尽管过节的时候 大家很慌 我觉得没有系统性风险 好吧 其实现在有人说 行情走到现在这种结构性 轮动非常快 有点叫什么电风扇行情 就是很快的转 来看看吴温厂 吴温厂刚才请点观点 就说一切还是 没有系统性的这种太大担忧 从目前来看 技术上 有人说要十天线 就个别高的再回来 我也不知道 从技术上能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吗 技术上 反正我从盘口上来说 今天其实前面的主流板块 很多是直接往跌厅板上摁的 按理来说 像这种前期的 比较主流的一些东西 直接往地板上摁 是会引起一定的恐慌的 成交量应该伴随着放大 放大 你觉得不满意 但是不是 就是已经就是主流板块 往跌厅上摁 还是系统往跌厅上摁 没有放量 说明什么 说明资金介入的幅度比较深 我可以理解为一次 筹码松动 但我觉得并不足以认为 这个地方 像今天跌停的那批东西就结束 就此回头 我认为 就以这个成交来说 不符 没有出现非常大的恐慌性的这种泡盘 这个整个的获利回吐情况是比较多的 比较大的 但是大家看看那些跌厅 风单 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大 有几个我看了一下 几万手 就把你摁在跌厅上 多一点的话 十几万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成交量 这几万手 其实只有多少 那也就是我可以理解为 这批东西 加上明天更出来的 今天晚上想好了 觉得越想越怕的那些资金 再加出来 加在一起 我估计再有半个一个 了不起了 今天没有放量 也就是说 没有形成恐慌 没有松 只是有一次松动而已 所以可能觉得 我个人觉得说 主线 这个还比较强的情况下 我认为形成 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不大 而且 我同意群老师刚才那个观点 虽然一期会议出来了 说是11月 预计11月 会减少美债的购买 但是这个不是 他们空对空能说的 最后是要拿美国的经济数据来说的 经济数据 就业数据不好 那它是绝对不可能 而且以我们现在 掌握的这些数据来说 它加就不错了 别说是减了 这个我们因为看 因为研究一些行业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 你会发现它CPI很高 但是一直以来 美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房屋的这种销售数据 新房的开工数据都不错的 但现在最近也不怎么样 也就是说 如果它没有美债的这样子 就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持续性的自己买美债的 自己买自己 债券的这种情况 持续下去 维持下去 它是随时可能会翻下来的 所以这种情况会维持 所以我短期看不到这种改变 我也不相信他们有这个胆量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个人觉得 向外而内 引导进来的这些东西不存在 至于说在中秋期间 这个外面的这样的一个 包括A50数字这些数据 我认为他们是不了解 国内的国情 我们确实情况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 用这个管理层的话说 我们的工具箱里 还有很多工具 这个所以我们的市场 其实在复盘以后第一天 这个非常响亮的 不是非常响亮 就是非常完美的诠释 它就是中国特色 所以我觉得市场 整个的情况还不差 无非是最近这段时间的 切换比较快 有些地方 确实形成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泡沫 然后油资的迹象 确实比较明显 这种情况 其实要引起大家的警惕 在某些方向上 要知道适可而止 但是这个大的系统性风险 我认为确实我也没看到 其实刚才之所以 问了一个技术性问题 就是因为有人说 今天有缺口 这个问题还是请 永青给解释一下 其实怎么我们来看 目前因为他们俩讲了 外围市场别担心 包括我们量能情绪 板块轮动热点都没问题 那你还是归到 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关于指数的缺口 是吧 指数缺口的话 我觉得是对于昨天的 这个低开以后 然后不断地震荡上行 这样一个响应 就说明市场的话 恐慌情绪 其实在昨天 已经是 可以说是完全性的 一个打销了 那么再加上 今天就是说 一股做空的力量进来 但是也并没有 把这个指数 搞成出现冲高回落 因为昨天 北上资金 它不是停掉了 今天北上资金的话 它我们可以看到 以买卖口径来看的话 是流出了43亿 但对于整体 这个市场影响 也并不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 就是市场整体 做多的一个情绪 我觉得还是存在 另外就像刚才 吴老师所讲 就是说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 大量按在跌停板 当中的一些品种 其实并不是说是 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些 筹码系当中的 一些交换 或者说部分当中的 一些结构性的 一些部分资金的 这样一些离场 整体的话 我觉得还没有到 一个整体建顶的 这样一个情况下 还有我觉得 这个市场 目前来看 它的一个主线 已经是慢慢从周期 转到了像新型电力 还有转到了像国资 转到了像中字头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它的主线在今天 它还是非常明显的 一个表现 我们会看到 今天高开以后 打上去 都是这批品种 但是指数在 冲高以后 鬼落 你看它们有没有下来 它们没有怎么下来 说明这个市场 这个主线 它其实在今天 它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 短期性热点 这样一个切换 所以说的话 看到了部分 老热点的一个回落 但新热点 继续还是保持强势 所以说市场的主线 是换了 指数这个缺口 它是留下来了 它代表着短期 它应该还是一个强势 但是这种强势的话 我觉得在节前 它更多的是 上下一个震荡 整固战过程 因为节前 它没有必要 就马上起波行情 说我马上要创新高 创年内新高 也没有这个必要 毕竟国庆时间的话 比较长 这种不确定因素 风险还是比较大 所以一定是国庆前 进行来回性的20均线 或30均线 进行来回的震荡整固 热点的话 反复性的切 您刚才讲的 像电风扇一样 转 今天的话 转了四个板块 明天可能又是 转四个板块 来回性的一个转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通过 这种方式的话 来震荡整固 消化市场的 一定的一个担忧 或情绪等等 包括前期涨幅 比较高的一些 品种的一些获利盘 仅仅也就是消化获利盘 弄完以后 国庆以后 大家重新再来 你是把这个时间节点 做了一个划分 来 今天有不少 在屏幕上 和我们互动的朋友提到 说 秦建和文厂都到了 今天化工和券商 一定要聊聊 我们先来谈化工 因为从目前来看 化工集体是出现回调 所有涨价的 今年涨得最好的 应该今天都 趴在跌停板上 应该说这个消息 这跟现产联系起来以后 好像有点 我们怎么来看 涨到现在 而又出现产政策的 这个化工 秦建怎么看 这个化工 小屋来聊吧 小屋凑的比较多 你能说说结论吗 我的结论 我上次讲过 就是说 下两个礼拜 大家就已经看到 这个周期就比较害怕 我就说 从市场层面的逻辑上来讲 没有问题 因为它就是个 简单的供需错配 就是下游的需求 有一些尤其是应对 新兴行业的需求的 这种上游企业 然后呢 需求是比较旺盛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上游又因为 我们的一些政策 然后出现了一个 产能的限制 它就出现了错配 但是这种错配呢 导致价格上涨 然后股价随之上升 我觉得它都是微观逻辑 和我们过去炒的周期 是不一样的 然后看这种东西 我们说它一般都是 下游先调整 然后上游呢 就是说当一个东西的供应 无法扩大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炒股票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从市场股价涨跌 大家觉得是投资 但是从国家的角度上来说 证券市场主要是用来融资 以及进行资金配置的 就是如果说一样东西 它需求很旺盛 产品价格上涨 股价的上涨 往往是给上市公司 或者整个行业 带来更多的资金的加入 带来更多的供应 带来更多的资金 到这个行业去 然后供应增加之后 便宜价格 这个比较经典的 像过去我们看到的 株洲期 就是这种很典型的状况 就是A股市场 很好的完成了这个 资金的一个配置的东西 然后把价格进行了平易 但一样东西 如果它的价格 供应是无法扩大的 因为一些硬性的原因 那这个时候 对它的价格的炒作 最后它怎么样结束呢 你不可能永远涨上去 对不对 往往两个情况会结束 第一 强力的行政干预 这个呢 在国外市场比较少见 在我国市场的 我们见到过 见到过 因为供给车改革 当时是有过一次这种情况 第二 会让它结束的是 供应无法增加的情况之下 价格要下来 需求因为无法承担 上游价格的上涨 需求自己出现了回落 就下游已经接受不了 这个价格 以毛利受损太严重 没有办法再持续的 去定上游的这个原料 那这个时候才能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光伏和新年元车 在下游的股票 我们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 市场的这种担忧 但是我觉得上游 一定比下游要停的时间 要长 因为它有一个传导的过程 还有资金的属性 也不一样 因为在周期里做的更多的资金 风面更加的高 所以它肯定还是能延续 但这两个风险呢 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 从市场面里面能看到的 对吧 那我想刚才说的 今天这种下跌 尤其是对于前面 一直在讲 今天刚刚开始有跌停 这种调整的东西 我们确实不敢说它就完全结束了 但如果前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震荡 然后今天就是它的箭头的时间比较长了 那么它一定是有强弱之分的 它最后不是那种大一统的下来 大家注意啊 它不是那种宏观逻辑上的 就是那种活动观众一涌往上 然后一跌 大家一起跌 其实看各个品种 它的上涨啊和下跌 或者调整的结构 都是很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就这个行业 看这个行业 更多的从微观上去考虑 它不要从有色金属墙 还是煤炭墙 或者是化工墙 你不要大一统的去论 那我觉得它后面的分化 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大 我不认为都会同步见头 有些强势的人可能延续的时间 比我们想象中 还会要长一点 我也没有觉得 一下子就都会结束 好吧 你刚才说了 不能给出结论 其实说 不能给出结论 全部结束 就是我这么说 如果你是一个交易型选手 那现在最好的交易型品种 还是走起 因为它的弹性够大 然后成交量也非常的充裕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发现资金 彻底的撤离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交易的话 那块还是可以去继续的 但只是说 它在一个非常高波的环境里面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 有足够的福音 良好的心态 然后把最后 把这一段再吃完 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两个风险 你自己心里面 几个醒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周期现在都是周初涨 就是下半周跌 好几次都是周五调整 对 然后今天是周四 那可能老是周五调整 周四可能大家就先调了一下 因为这周周三才开始开盘 所以周三一涨 周四马上要过周膜了 那有个问题 后面又有一个长假 那会不会比如说调一调 然后到下周的周初 周期又有人又涨起来了 是吧 然后到下周的下半周 它又开始回落 因为它里面的人最担忧的不是你 产品价格突然变化 还是担心我说的那两个东西 他们都有可能突然在某个指点上冒出来 这个我们没法控制 就看你能不能通过前面的服务营 和你的仓位去 能挣钱还能适当地控制这个风险 其实一个是交易策略 你到底进入的成本和目前这种高波动 对高波动的状态你要注意 你要能接受到这个波动 那其实我想刚才 钱老师的核心就是下用能不能接受 整个市场可能 这是一个核心标准是吧 钱老师 是一个核心标准 请小吴来答吧 他这个我刚才 你们俩刚才好像做节目之前争论过 是这个意思吗 对小吴更了解 我尽量精简 结论一样 尽量精简 就是说我觉得两块 第一块往大了上说 其实这些年大家看到过 三四年前我们做共济特改革的时候 就是因为一旦有了利润 当时18年因为有过一次 这个石油价格的一个波动 一旦有了利润 大家会 就是这么多年我们见识过 在中国的市场上 一个行业一旦有了利润 这得多少钱翁进来 瞬间把供不应求的一个东西 瞬间就给你变成供过于求 最后弄得一地鸡毛 大家想过没有 这个大家看过很多大的企业 这个扩产 大家要明白 不是所有的钱都是上市公司 或者说是这个老板出的 其中相当比例 尤其是一比一 甚至一比二的钱 是从银行里配出来的 也就是说是各级政府 或者是说他们自己 把它给贷款贷出来 所以最后这个坏账 如果弄得一地鸡毛的话 你是要留给银行 留给国家的 那这个我觉得 不愿意再重蹈这个负责 疫情到今天 海外的恢复 其实依然是遥遥无期的 虽然我们看到了 有一部分的地方正在恢复 但是无论如何 物美价廉的东西在中国 我们的这大半年来的 这个进出口数据 尤其是出口数据 是非常亮眼的 尤其是这个 去年的四季度和今天年初 这种巨大的利润 一定是会伴随着 巨大的扩产的冲动的 而疫情总有一天是会 而且未来我们产业结构调整 是会有允许 甚至我们也愿意 有一部分的产业 是搬离中国的 我们要升级 所以要留下一些东西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很多东西 产能无序的 或者是说很夸张 再给你扩一遍 那海外疫情一旦恢复 海外的这个情况如果恢复 别人的供应也上来了 那我们这些产能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我大了说 这是这个 其次 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春节前我们当时说的 这个当时厂的还是大宗 对吧 是以油价为主 为毛的那批东西 当时我说 我其实不怕大宗涨 我们最后怕的是下游承受不住 到了三月份 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 管理层其实确实有了花 对于一部分黑色金属啊 等等这些 有了一定的限制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 资金非常的聪明 他们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品种 来找阻力最小的方向 他们选择这个现产或者扩产 不那么方便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提过EVA 扩产周期至少三十六个月 从试车到成功 最少三十六个月 而且你扩产出来 还不一定是光伏级的 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产能的这种扩张 是有难度 至少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这个周期不是什么六到八个月 而是三十六个月以上 那这个时候 他的这种供需一旦发生变化 需求端一旦开来 然后你会发现 只要供给放不开来的 他们放心大胆的供 所以你看EVA这一段 很凶很长 逻辑很长 到今天虽然是跌停 但是大家可以看这段的涨幅 非常之凶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下游的需求 你根本满足不了 包括前面掌过的芯片 对吧 这个尤其是抽柜机的 包括说后面 你会发现 只要跟新能 电池 光伏 有关的 下游只要无解 你上游战士扩不出来 没办法 一个一个涨过来 再到后面 这个发现发现 阻力有些大 在光伏方面有些大 怎么办呢 他就找价值量小的东西 比如说 他把你新能源汽车电池里面 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 把一个个挑出来 什么东西价值量小 就比如说 一个电池 比如说一万三千块 比如说一万三千块 那么占当中 只占当中 3%的一个部分 当中的某一个环节 他供不应求 他就把这个产品 价格往拼命的往上拉 拼命的往上涨 当然供需失衡是一个方面 但是他的这种上涨 对于整个电池的价格来说 影响不大 哪怕它涨了一倍 甚至两倍 你会发现 也就从2% 3% 涨了5% 6% 这种情况 不吓人的 所以我们觉得资金 特别特别聪明 包括说 现在我们后来看到 最近这段时间 这个涨幅最大 和尚归 对吧 大家这个 大家都看得到非常明显 而且涨得极其之流畅 那为什么呢 最后大家会发现 在整个光伏的情况当中 归料 归片 组建 组建最苦 归片也不怎么样 归料的利润最厚 那工业归是干什么的呢 工业归的下游就是归料 也就是说 他选择了涨价 选择了一个下游 他的下游利润很厚 可以允许他涨价 也就是说 他可以把涨价转价下去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 拼命地涨 逻辑很硬 这个无法证伪 还有空间给他做 所以就是说 当然了 这个我们今天有个朋友 在问他说 最近好像不大涨了 我说 谁规定期货价格掉头 股票才可以掉头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是同步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这么说的 有一部分的 今年作画工作周期的 就是看着这个 对 所以我想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市场其实特别聪明 他们选择的方向 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像最近这两天 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吧 你给我举个例子 其实我不太想点名 因为一定会挫杀到某些 比如说电时 电时的上涨是因为什么 它的下游 并不是利润很厚的 它的上涨是因为 它的上游涨价了 所以它跟着涨价了 所以大家一起炒起来了 咱们先不管它现不现产的这个问题 这个你最后你确定你上游转嫁下来的这个东西 你能转嫁下去吗 不能 但是你先炒为进 最近这段时间蒙长得厉害吧 蒙美矿长得厉害吧 中国美都在哪里 榆林 摆明了要现产的 就好比说这个管理生说你们十个人 当中至少有一个人要现产的 原来是十个人战战兢兢 不要说我 现在是什么 直接就站起来了 我们行业要现产了 我要涨价了 你们快来买 是这种状态 现在这种游资就是 你们哪个行业先现产 我不管到底现到谁 先全部拎起来 论一遍再说 现在就这种状态 所以你说它合理吧 它有一定逻辑 但是这个一定是不能鸡犬升天 不能这个 试达到一点就全部拎起来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其实你是刚才把这个化工的这种 之所以上涨的 今年第二波周期上涨的这个逻辑 又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但是你觉得这个逻辑 到目前有部分行业传导 已经出现问题了 对 我认为最近这两三个礼拜的 一定是有问题的 我想不出两句 我觉得的话 今天这些品种的一个上涨 下跌的话 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一个消息 第一个是因为 说是国家督导组的话 可能要落地的话 去然后稳价保供 第二的话 是因为是在 今天我们所看到 就是ST诚心的话 已经是明确性表示 这一次现产的话 将会造成它很多的单子 没有办法做 而且会造成今年下半年的一个利润 然后可能会有明显性的一个下落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我们看股票的话呢 看期货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是需求 和来自于是资金的博弈 而看股票市场的话呢 更多的不是什么 就需求啊 也好 资金博弈也好 更多的还是要 最终要落到业绩 一片伤 所以说 即便你的价格再涨 再涨 再涨 涨到后来 如果说你下游没有需求 那你就没有业绩 没有业绩的话 那你现在这么高的价格 就撑不住 你的估值的话 肯定就撑不住啊 所以说 我觉得像今天的这样一个下跌的话 就有点非常类似于像皇帝的新装 最后被捅破了 大家突然都发现 这么高的价格 原来业绩是没有的 或者说业绩的话 可能不及这个预期的 不要看到这么高的价格 它真的有这么高的业绩吗 三季度业绩的话 能不能出来呢 有人认为三季度是化工 可能最好的业绩拿出来的时候 但是这样涨的话就不对啊 这样涨的话就不对 我觉得ST成星的话 它代表是零化工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信号 所以说今天 整批的零化工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所谓他们用四个字叫 红盘闪崩 突然之间是红盘 突然之间很快 啪一根线就打到闪 我觉得还是有部分的资金的话呢 觉得这其中会有一些风险 所以说它就打下来 包括像煤炭 很明显吧 动力煤价格 今天期货价格涨了11% 但是动力煤的龙头 眼周的话 今天跌了6.84% 很明显 我觉得这个当中的话 有杜刀组的原因 我觉得还有就是 大家觉得这么高的煤价的话 接下去还能不能承担住 包括它的利润的话 能不能对应的 它的一个利润 对应的估值的话 和它的股价之间 那个关系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现在来讲 很多的周期性品种 我们不敢说在这个位置 它到底是不是 因为期货的话 它永远 就是周期性品种 它永远是真正见到头了 它明确性的一个头部信号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头部 但现在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高波动的一个开始 高位的高波动的 这样一个开始 那市场的一个主线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转到一些 确定性的 比如说像新型电力系统 中字头这些品种当中 而且今天的话 你觉得已经转了 已经转了 很明显 你想中石油 能够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已经不是说是 掩护了 你觉得转了吗 我不敢说 这个我不敢说 而且我觉得中石油 也可能是受到 周期整个比较 上涨的比较好的 这个影响 我结合刚才小吴说的 就是说 小吴说的是 他的这个逻辑 我一再强调 就是说 我觉得他们这些 微观炒的逻辑 我说的他不是宏观 是微观 非常有道理 就像小吴说的 很聪明 说的非常的聪明 炒的也不话可说 确实这个赚钱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呢 就是说 每个人的理念不一样 我也一直强调 就是说 我们不是那种 就是看什么东西 业绩要好了 或者什么东西 才会去做 我们更多的 就是每个人的 资本身上理解不一样 就是每个人 挣自己认知的钱 我们更多的认知是 如果说 股价的上涨 和产品价格上涨 不能给行业 或者说整个产业 带来更好的变化 相反是 往更恶化的方向上去 最后往一直下 有需求的方向上走的话 就这种炒作呢 往往它的爆发力 是很强 但是它的时间 相对较短 很容易引起 社会体制和一些 一些各方面的 最后会出现一些反噬 这个问题 是每个人 自己要考虑的问题 炒的没错 正前我觉得是硬道理 可以的 但这种东西呢 往往它的时间 不会太长 因为你满南 下游很难去 一直承受这样的强度 那么 他说 如果说 长期保持 上游这个价格 行不行 那看下游 是不是顶得住 第二个 大家要注意 周期数到现在 我不管它结束 没结束 它可能没结束 它可能高步 因为比如说 涨了一段 今天有的 也只是第一个跌停 对吧 就是 这个真的是 不好说 要结束 要可能第一个跌停 那就像我们前面 我们做现场 东方证券 龙头当时都有过跌停 也很正常 后面也涨上去了 这个很多都 认为过这个情况 真的 这个是绝对 不能从技术上 说任何的 说它结束的迹象 但是 走到现在 它的波动 已经不能收了 大家明白 这个道理吧 就是你这样走下去 你只能更快 你是不能慢下来的 你只要一旦慢下来 这个就开始 做头的过程了 就是波动 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 你再想收回来 它是很难了 所以你在这里做 你要做到高波动的准备 然后如果跌了 你愿意买 它可能还会有 再翻上去的过程 你挣这个高波动的钱 心里面一定要清楚 就什么时候 它的波动开始 要收了 它往往就是 这个做头的过程了 因为它的波动 只能往上去 不能再降了 就你想这么高速的速度下 然后停下 再变成慢涨 我告诉你 这个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低 我只能这么说 好吧 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 说这一段时间 说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盈利0.5 说太难了 还有盈利也不错了 就喜欢左右很跳的 肯定不行 只能做一边 现在都是这样 说你自己的 难度很大 难度很大 有机会 但是真的也很难 好了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和大家 一起来聊一聊 国庆长假到来之前 像这些旅游酒店 这类个股 是不是有投资的机会 我们也会结合券商报告 和大家做一些分析 一会儿见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坏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果模型 多空雷达升级版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升级过的多空雷达 得益于机构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四千多只个股中 一一对照 挑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立即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 当下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三角模型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 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投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空投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脸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好 欢迎回来 距离十一长假还有一周的时间 您想去哪儿啊 那近来呢 我们看到火遍全网的 环球影城备受机构的关注 有分析表示呢 在疫情之下 周边游 城市游将更显优势 另外呢 影视方面多部芯片定当 目前呢 长津湖预售票房大幅的领先 那传统行情来说 十一前后 像旅游啊 影视 酒店等板块 都有脉冲的行情 今年还会有吗 来看看几位分析师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券商的观点吧 中航证券的观点认为 北京环球影城亮点突出 有望带动周边区域经济 国内旅游行业逐步复苏 那各股呢 是提到了关注首旅 还有锦江酒店 中国中联 还有中青旅 这是中航的观点 另外呢 我们看来自新时代的观点 新时代认为 多部热门影片定档国庆节 像长津湖 我和我的父辈票房 可能有望 在进一步的提升过程当中呢 能给出大家好的业绩 关注的个股呢 提到了中国电影 万达电影 光线传媒 还有华策影视 这是这个新时代 和这个中航 给出的这个观点 那吴文长 对于这两个 就是券商 这两家券商给出的 像影视啊 旅游酒店啊 整体板块 在十一前 有没有这个脉冲行情 你怎么看 就我看来 以现在的情况来说 我认为它更多的 可能是超跌反 或者是说是属于 前面也超跌反过 就切 就是它只是个过渡品种 因为这个 当你当一个人习惯了 这个在周期上蹦打 一年三倍五倍十倍 然后逻辑特别长的 这么多的科技 一个个给你轮下来 回头去打 这个我说实话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它有点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在没有东西打的时候 结合着某些事件 十点 可能它或许会有点表现 但是我认为 它一定很难长久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会关注 对 可以这么说 秦老师会关注吗 其实传媒这个东西 我们过去经常做 但是疫情以后 做过两次 每次我可以跟大家说 都是 都是挣了一点钱 然后显之又显的 跑出来的 然后事后发现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就是目前这个 疫情的问题 相对还是有很多的干扰 和反复 包括我们前面的数据 旅游消费大概恢复到 19年的78%左右 然后后续 其实前面旅游 有一段时间走的还可以 也是因为那个环球影城的一个预期 然后后面被砸下来是因为突然的这个当时南京路口机场的那个疫情 疫情的问题 所以说这种不确定性 相对来说还是有点 就是过强了一点 然后不大好去控制这个事儿 然后还有文产官说了对的 就是说 你现在的资金经过了周期的运作 成长股的运作 经过这一轮之后 资金对于赔率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 就你指望它赔率比较低的东西 你说对 它确实跌得很低 但是如果说你要赔率要高 然后要结合一些事件一些情况 我觉得才会有资金持续的关注它 就是偶然打个一两下可以的 我们也没有很多的兴趣去 暂时没有很多的兴趣去看这个 我觉得这个干扰因素还是太多了 就是不是你研究透了就有用的 所以说暂时这个东西也不关注 今天我们看到光线是涨了5% 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一块的关注 也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时间点 来提提这个话题 供大家参考 那刚才看见互动当中 大家问到电力 绿电 问到这个军工 还有问到券商的朋友 比较多 我们今天给大家预留 比较多的时间来做互动问答 我们现在先放一段广告 一会儿回来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 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三部买卖法分享大家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三部买卖法 通过三部来帮助判断买卖点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 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 但是像MACD这样的经典耐用的传统指标 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 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 如何利用MACD指标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 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MACD三部买卖法 这个方法包括了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 配合着实战力讲解 好不好用呢 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 立即扫描二维码 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 事实会给你答案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互动问答 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 军工 券商 还有绿电 可能问券商的 我回家券商嘛 反正你很主动 我说了一段很长时间了 我看看没有变化 就是券商 继续看好 券商属于那种 就是说属于 反正大家把这个股票分成那种 比如说 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是贵的 但是就是除了贵 其他也没什么不好 这是一种对吧 就是成仗口里面就除了贵 价格高 对 其他都没什么不好 还有一种呢 就是便宜 但是便宜的有问题 这个也有 对吧 它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那这个问题解决或者不解决 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这种东西呢 你们也是比较不放心的 那那个不确定性 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够过去 虽说看到希望了 但是不一定马上就好 券商我觉得是属于那种便宜 而且基本面上挑不出什么大的毛病 那最基本的 今年前三季度的市场的整个的成交量 大家看印花税数就好了 大概一到九月印花税是增长了大概百分之六几十吧 大概同比去年的话 这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东西 而券商现在的估值分位呢 在历史上十分之二三吧 就百分之三十二十到三十 还是这次涨起来以后啊 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那么它的业绩呢 是在一五年的业绩附近 有一家券商是上半年是超过一五年的 华代证券上半年的业绩是超过一五年的上半年的 就大概是这个一个情况 所以它从三季报马上十月份 九月过完十月份很短的时间内 要强制的都要披露所有的三季报要披掉 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 继续抗考券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我觉得 而且我我反正整体看到高度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现在只是这第一波而已 我是把它当成群人群共在做 这点会持续 那么前期券商有一些震荡 短期的节奏上来说 我觉得这个震荡期慢慢的快要过去了 就这个震荡期结束之后 应该是券商还会还会有所表现 我还是会继续抗好 继续抗好确上 这个回答也非常干脆 来 永庆说说绿电 绿电的话好啊 其实现在我觉得 好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之前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说上一次的话 我们来聊过就是说关于绿电的 然后它的一个溢价 广州交易所的它的一个溢价 现在的话呢 好像各个省的话呢 就开始慢慢开始扩出来了 就是说绿电的一个交易 那么再加上呢 9月16号就是前两天呢 然后有一个双控的这样一个制度 这呢更加应该说是对于绿电的一个需求 可以说是一个加码 因为双控制度的话呢 它其实在就是新老制度去看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呢是基地值以上 一个呢是及格线以上 就能够去进行这个对应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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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的这个能耗了 所以说呢 这促使很多的一些这个省市的一些大领导的话呢 它就它会积极的要去上那个绿电 那整体对于绿电的一个需求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对 这是整个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 对 然后呢 它对于绿电的一个需求的话呢 它也开始呢 进行一个持续 而且呢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现在的一个新能源的这个这个电力的运营商呢 市场的一个关注度都比较高 而且很多的老的一些 原有的火力发电的一些老的 它分分分的话 它参与到这样一个新能源的这样一个 就我觉得过去的话 我们对于火电的话是民股实债 把它是当成一个债权来看 现在的话呢 绿电的话 它有溢价 而且有成长 它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成长股了 所以说我觉得它对它的一个估值来讲的话 我觉得一个重新定位的这样一个过程 之前估值又很便宜 绝对价格又很低 长期又不涨 现在又有这样一个政策催化剂出现 那我觉得这个品种的话 现在还是有很大的预期差 当然了短期来说 你说有些品种的话 已经是有两个版三个版了 那短期调整一下 我觉得也还是很正常的 但放了稍微再长一点的去看 我觉得在双碳目标之下 我觉得像这些新型的 这个电力运营商也好 包括像特高压 输配电器 以及那些传统电商 转到新能源电商 其实我觉得都有很大的一些 这个投资性机会存在 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这块 来 文厂有人问军工 可能问的比较直接 说军工接下来 有哪些可以看的方向 老样子 就是还是比较主流的这一批材料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看到了 就是说哪怕传闻当中的这种 这个连极彩的帽子 都已经扣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大家要明白 这就是一个 本身就是要降价的 本身就是我们的这个 结构就决定了 我们是国有采购 所以它的这个 当规模效应上来的时候 它一定是会有降价 这个动作的 只是这个降价 和医药的这个降价 这个集材 这个价格的降幅 是完全不可同日而已的 所以这点上来说 我觉得前期的这种 引起的这种恐慌 造成的平均20左右的 这样的下跌 我认为幅度足够 然后 而且之前的话 我的观点一直都是 材料也好 电子也好 优先于整机 现在我可能觉得 整机逐步逐步会好了 这个从整个的周期上来说 军队下订单 然后这个整机企业 拿到订单以后 接收到预付款以后 它会去进行 中上游去进行采购 然后这个去定制 定制完了以后 上游的企业完成制造 交付给它 上游的企业 可以确认收入吧 确认利润吧 中游企业可以确认收入 确认利润吧 整机企业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它还没有交付 它的所有的动作 都会比别人要慢一盘 慢一些 但是所有的 你看到的 这个合同负债 存货 预收账款 这些 大家都应该明白 就是说 即使它没有戴维斯双机 没有所谓的 这个价格的 这个毛利率的提升 但是它的这个量的提升 依然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我个人观点 军工的话 现在不是很挑 不是很挑 当然弹性大的 肯定还是选上游 还是选上游 这个稳妥一点的话呢 就买下游 下游当中几个整机 我认为 挑这个 做过股权基地的这种 然后这个 其实我也无所谓 我觉得到今天了 我觉得差距都不大了 所以 所以我觉得军工可以 可以买 真的可以买 那刚才有人说 能不能补充一下 对绿店的看法 想听听你对绿店的看法 这个呢 所以现在探测 其实还是主线 对 政策加持 你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说 机构的资金 你要相信 不管是游资也好 还是大的机构资金也好 它对于政策的背书 是非常感兴趣的 第一 它无法证为 第二 政策不会招临席感 它的持续性会很强 这种情况下 对于它 不管是拿长逻辑的 还是短炒的 都游刃有余 核心是 核心是 现在的市场温度很高 现在退出来的人 不管是 拿了利润的 还是经历过大波动的 他们现在的口味 已经很刁了 就用的话说 就是你做过周期 做过科技 回头你让他买银行 它是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让他 拿过银行 拿过银行 当周期这些品种 科技这些品种 跳起来的时候 你让他去拿那个 它是肯定 虽然这两 这两种 这个风格是完全不同 它互相之间 会有一些人 是会有区别的 但是大量的 油摆当中的 这些资金 它一定是 所以我就 我觉得你说的 这些心理 都是市场当中 非常真实的 它可能在 许多方面 是和人性相关的 我们还会继续探讨 你刚才是 用这个交易过程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前面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你永远不要去跟 做极致右侧的人 去比波动 你如果想买的便宜 你就千万不要指望 你一开头就会出现 很高的波动 就你刚买完 就连着 就天天大涨 这种事情 你不用指望的 就是一个股票 只有当它到了 就是大家都比较承认 然后大家都分级不大 然后到了一个 很右侧的情况 往往是在历史新高 甚至历史新高以上 它才会出现这种 连续涨波动高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不可能都得到 对吧 你要又想安全 又想振得快 我觉得这种事情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 对 所谓分歧转一致 所谓的什么 不可能三角 什么叫什么 刚才有位朋友说 说一回撤率 吃罐肉了 再去吃青菜 可能不适应了 但是吃过青菜 加点肉可以 就说你刚才说的 这种交易性 从高往低切 你人家就重新打回银行 这次的波动会很厉害 会很多人打怕 胆子打小了 你才有可能 把这些东西再打起来 我每天讲 风格切换切换 哪那么容易啊 好 那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来看看 明日市场前瞻 一会儿见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 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内部消息 立好 快买进 我哥说 公司放弃重组 快买出 快买出 放弃重组 大学习 真假消息 不如看透行情 更安心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 学习平台 好中修 在上海 上海整装 中秋佳装盛电 盛大开启 装修忘记到了 装修别再等了 抓住这次 中秋佳装机的 优惠力度 赶紧拿起手机 拨打上海整装 官方热线 400338338 或扫描二维码 预约上门量房 24小时出方案 出报价 特此中秋 家电拮据 全场任选 双开门冰箱 品牌空调 送 老板烟机 厨房灶台 送 更有贴提智能马桶 西米客丝砖 欧林水槽 全部免费升级 等等 还没送完 开房保洁 仓储服务 价值2万元设计费 不收钱 全部免掉 27年 巨车旗下整装品牌 上海整装 承诺20年水电制保 为装修 保驾护航 现在拿起手机 拨打官方热线 400338338 或扫描二维码 预约中修活动 限量名额 上海燃气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 历久彌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我喜欢这种快节奏 高效率的生活 老味道 新体验 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放心一餐 精神一天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提醒您收看 公司与行业 好 欢迎回来 那 请进啊 如果现在问 过果庆长假 持股还是持平 是不是有点早 也不早了吧 还有个礼拜吧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对长假 不要过度的 因为大家还是对外围 可能有所担心 你如果整天对 担心外围呢 我也没办法 这个都担心了大半年了 天天说人家问题 这我也没办法了 那我觉得呢 现在跟过去的习惯不一样 节前没有明显的 交易萎缩 没有明显的这种交易断档 所以说呢 也不要太一定是拘泥 怎么样 但我觉得呢 就是可能相对周期的品种 波动高的品种 你要在节前稍许自己 放掉点仓位 不是说它一定会涨会跌 而是说 自己可以适应的心态好一点 不管节后出现什么问题 你节后有充分的资金 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应对 就可以了 至于下面呢 比如说你觉得资本面必要看好 没什么涨的 那我觉得这个过节不过节的 影响不大 现在影响没有过去那么厉害 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九方赤头 给我们提供的本周投资者 教育小短片 之后我们再来聊明天的市场 1. 最近两年同期净利润 应当持续增长 且每股送转比例 不得高于上市公司 最近两年同期净利润的 复合增长率 2. 上市公司在报告期内 实施再融资并够重组 导致净资产有较大变化的 每股送转比例 可以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但不得高于上市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 较至于初期净资产的增长率 3. 上市公司最近两年净利润持续增长 且最近三年 每股预期收益均不低于1元 上市公司认为 确有必要提出高送转方案的 每股送转比例 可以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限制 但应当充分披露 高送转方案的主要考虑 及其合理性 向投资者揭示风险 且送转后 每股预期收益不得低于0.5元 九方赤头提醒您 掌握交易规则 控制风险 做理性投资人 好 那吴国长 明天主要看什么 看周期反弹的情况 明天啊 明天我也不知道看什么 我是觉得 反正国庆前吧 我觉得持股持币这件事情 在中国就目前看 我觉得真的是有效的 所以国庆之前 你要再给我 很舒服的 我肯定是会捡的 我确定 我肯定会捡的 就是要看市场变化 对 我肯定会 至少我会 国庆会留钱 一个中秋波动 其实对外围来说 已经不算小了 七个交易当中 有五个交易日 我觉得这个 我希望留点钱在手上 所以我觉得 我这种情况 大概留多少 至少留二三十 至少留二三十 来 永庆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 可能会关注 还是关注市场的一个主线 中自投接下来 才会有一些 一个表现 如果它强的话 我觉得市场 大问题应该没有 继续应该围绕 20或30均线 的保持这么大 好的 非常感谢三位 我们明晚再见 我们明晚再见 每一次期待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首次晋升 全球金融中心前三 纽轮户三强格局 出现端页 上海已经成为 国际上金融市场 体系最为完备 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每一次探索 存在着资本市场改革 先行先市 科技强获目标的科创版 在上海落 因为运行一年后 科创版指数终于来了 每一次前行 推出30条具体措施 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和金融支持 长三角一体化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 推出了金融16条 交通银行 长三角一体化 管理总部 在上海成立 每一次突破 上海自贸区临港芯片区 今天发布 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 若干措施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 沪广同终于承担落定 未受各界关注的护轮通 正式启动 每一次选择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 原油期货 在上海 金的陆地 意味着 国际筒正式在上期所 挂派上市 提升中国在全球 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 每一次托付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 人民生产生活的 衣食住行 安居乐业 每一次守华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 财产性收入 守护好百姓的钱贷 这就是金融 如血脉一般 这就是金融 看得见的波动力量 卖国上海 大家好 我是张瑶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 龙虎决心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 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应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 实际中经常会用到的 龙虎决心战法 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 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 来领取 龙虎决心战法 是张瑶老师 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榜数据 判断游资大佬的 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 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的 有没有帮助 扫描二维码 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 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 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龙虎榜 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游资 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米兰四沙发 采用美国李恩牌 伸缩合金奖 品质十年保证 米兰四沙发 畅想临靠墙距离 给您增加空间 米兰四沙发 采用进口牛皮 匠心品质 舒适环保 米兰四沙发 华而不贵 做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沙发